各位老師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介紹 SENFIN的這本書 什麼時候是好時機 那這本書前 一個小章節主要在介紹 鋪陳他出來的背景 這個背景其實就在講說 傳統是上帝給我們四小時 你在經歷了哪一些不一樣的cycle 而且cycle 其實是對我們在做 一些重大的決策 或是我們生命有很重要的影響力 根據過去的研究 人在經歷正向情感 在上午的時候 也就是五六七八點 開始慢慢 decay 遇到下午兩點到五點 在晚上的時候慢慢再回生 那這裡大概給我們一些 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說 他發現在早上做出來的決策 比下午做出來的決策 其實是好的很多 所以你在越快的時候 你做的決策越正向 那所以你大概會希望 你在peak的時候做決策 那你的情緒跟清醒 也會有類似像這樣的循環 這裡你可能會在想的問題就是說 有的人會不會覺得 他可能他的周情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他就是晚睡的人啊 他是屬於貓頭映出的 那這裡他就嘗試把人歸類成三種 第一種叫於不雀就是 早睡早起的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貓頭映 就是他就是縱服夜出的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第三種 那我們的東西 講到下午怎麼辦 所以 這裡大概給我們一個很棒的提醒 就是說有時候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路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人體的極限 就是休息是這樣 也許你在下午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小小的站些 那怎麼午睡 他也提出了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告訴我們說 你午睡如果可以 保留在20分鐘左右 你就會發現說 你如果睡20分鐘以下 你不會產生睡眠的惰性 那所以你的cost其實很低 那這裡大概也提醒就是說 很有意義的 站一些其實很重要一些 其實對你的工作效能 其實有很大提升 那以上是前面悲觀的部分 我們剛剛看的部分是說 如果24小時裡面 人的心情或者是說 他有情緒起伏 基本上會影響我們的 一些決策 或者是影響別人 那 可能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說 在人生裡面 或是在很多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有這種 怎麼選擇開始 時不時後 我們中間也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都跟我們的timing 其實是有關係的 是不是越早開始越好 如果你常常覺得自己 昨日總總 譬如昨日死 希望他死俏俏 你常常有機會 可以重新開始 OK 那這個我覺得對學生 應該也滿有情發的 如果他覺得自己是武生 你跟大家講 告別昨天的自己 你任何生活都可以重新開始 那如果你是在那個 景氣很好的時候畢業的 你就當上那個順風車 你會比別人少奮鬥十年 你的薪水會比別人多一些些 那這本書後來 在後面的一些地方 大概 遲到說 你會關心這個suling point 他舉了四個例子 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應該要重新 他也其實也講了一些 比如說 什麼時候應該要結婚 所以這本大概就是 有一些 timing 的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是 關於開始 他大概也附身了一些 還滿好的建議 我們在講到 人生 你的起始點在哪裡 那這裡 講到 事情已經發生到 中間 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 也就是我們的中年危機 年輕人還滿高的 然後慢慢的 其實下最大50到53歲的時候 真的最近給大家 可能在 黃金年華的那種 很充滿了理想的奮鬥以後 慢慢到了中年的時候 發現了 老婆不理他了 小朋友長大了 都離家走了 然後只剩下烏烏的 實驗好像又羨慕了一片 那個什麼 所以你可能這個快樂程度 很多人大概都快樂不太起來 有可能是工作人壓力很大 但他說 不要喪志 你要看到 你走過這個階段的人 是開始又進入彩色了 繼續往上爬 那這個東西不是人這個樣子 黑猩猩 根據他的年齡 然後也讓他們 比如說設計這個實驗 去讓他們review說 他們的福祉 他也看到這個優位 他特別 文聰特別說 I especially like that That's what I like about you 我就是喜歡這個優位 如果這個是我們人生的宿命 那我們在這個低潮裡面 怎麼辦 他到處你說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即便是中場的優位 你看到大勢 有點好像序了 你都不要放棄 因為後面迎接你的 可能是更棒的 那這個把他叫做 這種叫做 艾亞效力這樣 OK 那這個我覺得 對學生也蠻有用的 在影頂的時候 他說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人生 他觀察了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中國人喜歡講說 我們年紀到了九的時候 不宜做什麼事情 可是他剛好觀察美國人 他發現說 美國人也是同久 就會想要他的人生做出改變 有很多人 身體上可能都會有一些殘疾 他都會拼上去 原因就是因為他覺得 他到了二十九歲 他想要三十九歲 他想要有一些改變 也就是說 這裡其實在反映人 其實同久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去檢索說 好像這十年來 是不是應該在下一個十年 應該開始要做一點點改變 那所以好像是 在ending of這前十年 我開始構化 重新renew我的下一個十年 回到這個 我們在中老的時候 老一點點 老一點點 是去看說 你從年輕一直到年老的時候 你的社交網路 其實你的交友的人數 其實會慢慢慢慢的下降 如果有分內圈跟外圈 你會發現 不是內圈 內圈的事實上可能會增加 外圈的會大幅減少 等於在說 我們到年老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的生活 或者有品質 我們其實已經懂得去去無存進了 讓你的生命 大概跟哪一些人 interact 其實人其實會有一個 end of life 的 bias 意思是說 我在雜容 我在 比如說這一段的學習 這個學校的學習 或是這一生 或是這一段的日子的時候 我會去回顧 那如果你在這裡有一個適當的提醒 比如說提醒你在最後 你一個小孩 事實上是在告訴你說 比如說有個老師會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學期 我們經歷了什麼樣子的 錯綜複雜的 奴隸的過程 至於我們到這裡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 當你可以鋪陳這個事情的時候 等於是 你可以提點出這個過程中間 經歷了那些心酸 你可以把這個結局 成年營出一個很有意義的感受 以至於他會appreciate 他會賦予他的意義 他會有更高的喜好的程度 所以最後我們來雜容一下 講一下 比如說這本書 大概對我有什麼啟發 我覺得他 我個人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 特別喜歡他這個寫度的方式 因為他可以把一些 包含 心理社會經濟 乃至於行為的研究帶進來 使我可以去思考說 我自己在做的研究 可以有什麼啟發 可不可以結合這一些設計 然後這個東西 對我們的學理的演技 其實我覺得研究上 其實是有啟發的 比如說我在看他前面24小時的那個 up and down cycle 我其實就在想說 這個跟我們股票做投資決策 有什麼關係 你什麼時候下決策 會不會其實比較容易損失 這個其實可以衍生出很多有益的研究 那我個人也覺得說 他對於老師有很多很好的提醒 特別是這本書 他每一張後面都有時間 嗨課指 你可以怎麼做 然後你可以去 improve自己 然後不要受制於前面 講的那一些缺點 所以每一張後面這個 嗨課指南其實讓我們 每一個人可以充分的去認識自己 盤算自己跟規劃自己 這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東西 也教會我們的學生的話 我相信大家的人生可以更不一樣 所以對我們這一群 在讀書會裡面的成員 我大概就是說 在宋濤中 我們繼續常常在歷史 分享個觀想之中 一路繼續走下去 這個就是留給大家參考 這樣子 我的導讀可能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